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第一盘是孟臣大师先走 志鸿先走 孟臣大师在最近这几年也是进步非常迅速 他原来是辽宁棋手 然后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向甲的第一线战斗 也是个非常年轻的棋手 88年出生的 哦 那很小啊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体的棋好像相对年龄都偏小 年轻化啊 孟臣大师应该等级分也未来位居十来位左右了 是吗 对对对 那挺厉害的吧 是 而王天一大师呢 我们当然是非常熟悉了 是吧 现在是风头最近的棋手之一 我觉得现在你再说风都在近 好像郑维彤也会有点不满意吧 不是刚才我说之一嘛 就是年轻棋手 我们向甲呢 这些年来哦 就是发展的也比较快 就是说年轻棋手出来的也非常多 王天一都感觉出来不久 然后郑维彤也就是迅速的获得了冠军 这半棋呢就是王天一就是强挺七足 是吧 印象当中王天一强挺七足走的也是不多的 是吧 对 他更多的还是走居九平八 然后谈谈正正的屏风马 王天一喜欢下屏风马 对 他喜欢下屏风马 对 而且他也有独到的见解 对对对对 足气经营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嘛 就是说正常还是走居一平二 这样 那是不是孟辰喜欢下三兵啊 孟辰当然是喜欢下三兵 是吧 所以 对对对 这也是势在必行 我觉得 看上去 对对 这个也体现了王天一非常灵活的起风 他根据对手的特点来选择一个路 自己也不常走的下法 对 我们棋手们也注意避时积虚 对对对对 总是把离开对手那个最强势的那个 对对对 足气经营 足气经营可能这个也正是孟辰大师没有想到的 他我估计正常的估计 看王天一平时的对局肯定走居九平八嘛 所以在走了足气经营之后 他就走了兵气经营 他就没有走直居了 对 他也是想既然你强挺了 想让我过河居 对我就不出了 不出居了 对对对 这个也是双方在第二步第三步就已经开始斗智斗勇了 黑方走居九平八 红方走马八进七 这样红方就形成了缓开居 我就先把马先跳好 是吧 黑方这时候走了马二进三 对七兵堂堂正正 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有常见的走法是走炮八瓶九 对三不虎 三不虎 三不虎 现在接下来要聚八进五抓兵了 红方有的时候会走炮八进二 然后黑方会走飞向 这个正常下法是吧 对对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下法 那接下来呢 就居一进一 横居七路马 显然你这个居已经出不来了嘛 是吧 然后黑方十四进五 横方马七进六 黑方马二进三 就是这样 然后过滑居九进一 炮五平六 就是正行棋 平六或者平七 踹一踹 对对 这些棋呢 像我们著名有个上海的万春林特技大师 是特别爱走这样的棋 并且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战绩 每个棋手都有每个棋手特别喜欢的一炮五 对对对 不具体系 是 临场呢 这个 蒋大师你除了这个 给我们摆摆这个兵武精一的变化 这样兵武精一 有没有啊 不行这样 因为它要泡好兵武 对 像你刚才说兵武精一确实会有 有的时候 G一它长G 这时候 我就兵武精一 你还炮就还炮了 所以亲朋们看着 这个什么时候兵武精一很重要 对对 因为这个兵武精一能让你这部G八进五废掉 是吧 这个时候还挺巧的 有些都兵三进一 现G是吧 对对对 现G你当然不能吃了 吃了这个又比较巧 马七进五 泡八进 把死G 他然后走G八退一 这个时候 虹方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手段 它就是G平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希望你拱了 你拱了 我再挑这个嘛 然后把G从这条线上 对对 从这条线上杀上去 这是虹方一个很好的构思 对对对 这个也是 这个便利下一个比较 非常好的构思 对 又学一招怎么对付齐和G 对对对对 对付齐和G 好那这盘旗呢 红方是直接选择了 炮八进二 直接巡核炮 是是是 黑方选择了 就是比较正的屏风板嘛 对 红方就选择了炮八进二 炮八进二就是巡核炮的变化了 在这个时候其实 红方的选择还是挺多的 有马七进六啊 G一进一啊 等多种下法 还有炮八兵九 总体来说呢 这个布局系列就是说 相对直居来说 就是双方有点阵地战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是比较慢 而不像直居就是迅速了解你的态度 是吧 对 还有炮八进二打散手 黑方走了 也是比较常见的 马七进八 而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骑手还会喜欢选择G一进一 G一进一啊 G一进一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G一平二出G了 这样 对对 这个时候出G就不怕你封住了 它有B三进一的 对对 黑方呢 G一平四啊 对 有可能G一平四 对 G一平四 它有可能G九进一 它然后向七进五 红方码七进六 这样 再炮八进四啊 或者炮八进三 然后再一打 再让开 再让开 这样我觉得有一点各自走各自的味道 对 各自走各自 你把你的走好 我也把我的走好 对对 双方都调整自己的阵型 这又是七星起了 慢慢就进入阵地战了 是是是 好 咱们回答实在 它那个马七进八呢 应该说是更加明快吧 就是直接就把你居封住 马七进八是常见的 对对 直接居封住了 红旗马七进六跳 红旗马七进六 也是比较自然的下法了 既然你马已经走了中路薄弱了 我就进攻你中路了 对 这样不像 不像 这个时候呢 我们旗友们有的时候得注意了 如果你还是按照这个 简单的蹬了的话 它如果打了的话 这个不便宜好像 这个其实不便宜的 为什么说不便宜呢 虽然你得了一个中兵 但是这个炮接下来也 就是大致 就是没不协调 对 就是巡航炮和三龙马 都有点尴尬 而且居尾还有点慢 对对对 就不协调 所以这个兵得得格不长失 而且这个兵早晚在嘴里 是吧 对 确实 兵早晚在嘴里 而你这个马又是非常好 火马换死马 对对 火马换死马 不划算 假计居尽一 实际上走到居尽一 而从实际来看 过缓我们实际来看 可能这部起来的走居九进一 比较好 区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居九进一 你再马八千七 我就居第二了 保留居第二是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 我这个居也提起来了 这个居也出来了 而实际上它走到居一进一的话 黑方也是走到马八千七 这样它又有点不肯 总感觉居有点绕 是吧 而我这个居没动 而我们部局阶段呢 就是非常讲究这个 大指呢 就是均衡出指 是吧 希望每个指都出一步 不希望一个指过平凡的走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有点感觉不肯嘛 那它会不会走炮二平一呢 你说这时候 你要走居九进一的话 哦 居九进一啊 就是居九进一 这种炮兵 炮兵一可能马六进七 但是蹬着你这个 就跟那炮的 牵制着炮 那是飞三项的多 还是飞七项的多呢 这个气还是飞三项的多 飞三项的多 七项也有吧 七项呢就是 将来没有贴降了 没有贴降 这样飞三项 它可以这个贴降出来 就是这样的考虑 飞七项肯定是 只能动所居了 所以亲朋们注意这事项 将来跟子弟的出动 还是有关系的 对对 不是随便飞的 是是是 也是非常严谨的 实在呢 它还是走了 居一进一 居一进一的话 黑方就是马八进七 黑方走得简单 对 你又既然不肯这个嘛 对对对 同期炮五平七 同期炮五平七 炮五平七这种 也是这个局面下 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 炮五平七之后呢 就是防止你换中炮 是最自然的 下巴 另外呢 它感觉你这个马 踩到这里 也不一定是好马 过后有可能 我能进攻你 这个七 对对 黑方炮八平七 横方居一平四 居一平四 居先占内道 黑极不是了吧 黑极不是 双方就振行 对比较正 都比较正 红方呢 走了是 居九进一 对 也是再抬一个横距 我刚才就是说 走到这里 就是居一进一 跟居九进一的这个区别 我可以再分析一下 如果是刚开始就是走 先抬居九进一的话 我们再摆 先抬居九进一 当然黑方就不能这样才了 黑方就有可能会走 居八进一 这样的话 你再抬居 他也抬居 是吧 就变成两个横居 然后对居了是吧 对对对 你走这个 是吧 他走这个 我的意思是 这样的话 就让黑方的居 也到了这里走了一步 显然来说 讲大师是说 他一会儿就不用再走这个 对 我是这样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 他就不用再走这个 现在这部戏 如果他这样看过来 是不是有点重复 对 就说黑的这个居八进一 让红的给晃起来 对红的有力 对 所以红的要先便宜 那居九进一更好 是 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是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 对 这个居九进一 这样呢 他就没必要再去走了 将来居九肯定走别的地儿了 肯定就往那边省了 那部戏了 对对对 现在走泡二退一了 他走泡二退一 泡二退一也挺有心意的 泡二退一 他的意思是泡二平三 如果把这条线打通 对 红的不像 红的像七进五 先稳住自己 往天一就 泡二平三勾 泡二平三 他走居九平八了是吧 他走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因为吃到你以后 可能会走居一平二 对居一平二是个先手 居一平二先手 还有可能就会长到这里来 如果让黑方走 囤到这儿是吧 囤到这儿会怕 有的时候怕这个嘛 走到这里 这个也是一个 黑方阵型比较稳固的 尤其在这个巡河炮系列的一种 常见的这种阵型 常见的固守的方法 对对 所以这个 红方也就先出来 黑的走的是 G八进三 黑的走了G八进三 这个时候 假如说黑方还是按照 按部就班走这个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走 泡八进三之类的 对我也是感觉要塞进去 对要塞进去了 所以你说我准备打相了 是吧 对因为你在自己别着呢 对对对 这时候呢 黑方就走了G八进三 这样红旗 有没有什么手段呀 我觉得这七路线 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能比较好的下方是走泡八退一 泡八退一 下部准备冰淇淋一度是吧 下部准备冰淇淋一度 这样有点牵制 你使哪个吃的问题 对对 你如果吃这个吃 我就打了 我就得止了 对啊 而如果 你使相吃有点别扭 使相吃就让你飞个高相嘛 对啊 还有我可能打了过话 去点到这里来 随时都有点牵制 或是泡八兵七也行我看 对 这样也行 对对对 我经过你的弱点 你也很讨厌的是吧 对对对 是 那你泡八退一 它 泡八退一 它牵上你 牵上你没用 牵上有可能 正好兵器 正好直接打了 对 居含有根 直接打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再打回来 它那边一切 麻死了 正好很巧的 这个捉死马了 反正右边出故障了 这肯定出故障了 对对对 是 像这种型呢 泡八退一 也是这种局面下 应该说 也是比较常见的手段 对 其名朋友们 应该多学习这种手段 对对对 但是这个呢 估计就如我们 刚开始 就第二步就开始的 王天一的足气进一 就是 打乱了孟城的计划 我估计 巡核炮 也不在他的这盘 刚开始计算范围之内 所以他走的也就是 不是特别精确 现实中呢 就是实战当中呢 走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看 对 一会再回来看 红旗走的是什么 稍后回来 欢迎您回来 红旗呢 没有走出 泡八退一的 比较好的手 那红旗呢 实战走的是 巨四进三 这步棋显得 有点缓 有点缓 显得有点缓 这样黑棋看看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时候黑棋就 竹五进一了 竹五进一 表面上通拘 他把自己的拘通开 随时或有准备 拘八平四过来的手段 甚至将来有竹五进一 对对 让瞄着 对对对 红旗走了 泡八进二 结果双方是个纠缠 对 是个四路线的纠缠 这样黑方拘二掉住了 对对 他也不舍得 再把鞠躲开 躲开肯定不忍心 因为这条线太重要了 是吧 他如果走竹三进一的话 他可能吃了 打了 他有可能走这个 这么贴进去 还是把这条道抢上 那这样红旗便宜了 这条道在这个巡河炮的布局里面 这条道是非常重要的 四路线 制高点 就是这条道 冰性线 对对对 冰性线 对 显然黑方是不能放弃这条线了 所以经常会有这个阻力线过去 这种 对对 这个手段 对对 同方 炮七进四 炮七进四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炮三进二 打了 然后你踩了 我再打了 对 吃了 再踩了 这样的话 我右炮有可能能够下去 并且威胁着中兵 对 还威胁着中兵 对 这样红旗还可以 这样应该是红方占优 就是 但是我估计黑方不会让红方的如意算盘 这么容易 对 这么简明的交往肯定能看得到 对对 黑方是走了 黑方就把炮给躲开了 黑方走到炮三平一 黑方走了炮三平一 躲开 这样的话 你要是走 再走炮二八平二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你炮完吃了 你这个炮 黑方炮能发出来 投入战斗 是吧 红方走了兵七进一这时候 对 对 黑的实战中走的是G八平四 黑方实战中走的是G八平四 对 他想强换 强行换 除了G八平四还有没有好的下法 这个时候黑方也可以考虑就直接就打 我老觉得他 我老觉得他 白让他走了一步 是 确实是白让他走了一步 就是逼对 有点逼得勉强 是吧 对对对 打了是什么情况 打了红的 打了的话 实战中他走这个他打了 我估计黑方当时的考虑是认为这个冰也是自己嘴里随时想吃可以吃 但是这部棋红方有个好奇 他走马流进八了 我就看住这个冰了 我又有这个冰保证自己的马 这就是刚才像我们所说的在那个地方如果直接打就好了 是吧 直接打 有一个战队 普打啊 反正保留变化 我觉得红他打不打红的要想对吧 对对对对 你没费部署嘛 他打了你还是等于你逼队成功嘛 对对对 如果你不打就那么吊着 我没看到红旗有特别好的进攻的手段 对对 实战呢 黑方在这时候走了巨二平四 对 巨二平四 巨四季二 这个巨四季二 巨四季二应该说是还手 是吧 他让他足足经济太舒服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这部棋应该说是这半棋的败招了 就是最大的败招 应该说在这里 他应该冷静的下法 应该是走马八进七 换了是吗 黑的打了 打了 打了再走这个 哦这样 这样的话 马 不差 可能再打出来吧 打出来再换了 这样反正红方也不差 那差不多合了 对对对 就放光了 没有籽了是吧 是是是换了 但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这个赛制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是淘汰赛 实行的是两盘制 就是先手一盘 后手一盘 就是你假如说先手合了 后手如果输了 还是被淘汰 这是第一盘 孟臣的是先手 所以呢 按正常来说 碰到王天一呢 大家都是希望稳健一点 如果平时的循环制 肯定会下到稳健 而这是淘汰制 对啊 第二盘拿后手 拿后手总感觉有点危险 对对 就是你先手不做点作为 后面再想迎骑 你不是比较吃力吗 对对 所以在这盘骑上 他这部骑就好像走得 有点犹豫不决 又想进攻 是吧 对 但显然这个骑上面 你是没有进攻的资本 是吧 对对对 没有资本是吧 没有资本去做进攻 应该说是这样 主要是黑骑的籽 应该说位置也不错 对对 黑骑的位置也非常好 对 这样黑骑 这很尴尬 对 那你只能把八岁骑了 对 你这个拱了 它吃回来 显然就踩着霜了 是吧 你如果不走 姿势之类的 它也照样拱 过后也照样踩霜 哦 它拱你 然后马骑就回回去 对对 是是 它也只能 所以只能退马 这时候黑骑走 主 橘子冰漆 这样红的 做好了 骑子都准备了吧 这应该说是没办法 骑子 没办法 是吧 走到这里 你也不能让马 让马的话 它拱下来实在受不了 那这橘子姜 真的是有点弄好 对对 是橘子姜 应该说 把自己的形式 就马上走岔了 兵武基 吃了 黑王吃了 对 这样它补了个试是吧 黄王补试 补试 我没办法 对 宽居 军量到 兵武基 这得使劲往前冲了 有期就有期 没期就没期了 它必须迅速地 把兵过去 投入战斗 其实让它说 这两个兵 看上去 看上去比较大 是吧 也不一定说 就完全完败的那种 对 兵看上去是比较大 但是由于这个旗呢 你这个兵就威胁不到马 假如说这些兵把 能把马都往回赶 它也没有机会把炮绕开 让马兵滚回去 那应该这个时候 有点慢吧 因为黑方马上能投入战斗 炮七平八 炮七平八的话 它有可能就 可能打出来 直接打出来 直接打出来 那不 你在下兵的话 我就居八平二 我有三子 就是有牵制 有牵制 对对对 也不一定 这边底线也有点问题 对对对 所以他人家居八推二 走得好 居八推二走得好 还是比较大局观的那个 对对对 王天一呢 他就是说 大局观非常清晰 他下棋 我们会发现 他很多棋 就是说 得势 就是说 从大势来说 我这个棋该怎么走 把形状走好 非常在乎棋形的一个选手 对 对 你今年碰王天一了吗 今年也碰了 王天一碰了 就是前段时间的快期赛 也碰到他了 就是在广东 举行的电视快期赛 当时是 我是六分钟 他是四分钟 我们实行的是 先手赢不了 也算输的这个局面 局势也走到了非常缓和 然后他也确实 反应也非常快 缓和的局面下 合了我也是输了嘛 最后是超时了 是吧 对 但你今天碰郑维童了吗 我今天碰郑维童了 我还战绩挺好 是吗 对 郑维童 那不是刀刃是吗 也是刀刃 我那个碰郑维童 赢了郑维童 碰了两次 正好赢了两次 然后我两次都拿了冠军 是吗 对 我一个是杨冠林背上 我赢了他 最后也拿到了冠军 还有一个是 我们中国举行的 这个 智林运动会选拔赛 选拔赛上 当时 我也是幸运的赢了 应该说 那你觉得小郑这棋 这两年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飞跃 对 那当然了 他的棋 是很大的飞跃 就是我跟他下的 这两盘棋一样的 虽然我是赢了 但是 他就是走的是非常积极 就给你制造了 很大的困难 并且有的时候 是他主动挑起战斗 对 他主动想求胜 是吧 这个数了 所以年轻气盛 年轻气盛 是吧 还得再努力 要不然 对 是是是 年轻气盛 这个尤其像小郑他们 又用功 资质又好 是吧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回过来 看棋局 虹方 逼五斤一剑 好像先走了 居四瓶三 居四瓶三 再吃了一下 泡七瓶酒 然后泡七瓶酒 然后他逼五斤一剑 虹方再逼五斤 总而言之 这棋要先碰上像 对 肯定得破像 黑棋 黑棋走了 马七退六 虹方反正 先破像破了 再说吧 只能这样了 飞了 这个时候 虹方走了 泡六瓶一 这个应该说是 就是走得不顽强 如果顽强 更顽强一些走法 他应该走 泡六瓶四 泡六瓶四卡住 这泡六瓶四的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你 飞了我 我就居三退一吃掉 对 这样你再跳进来 我再把你这个像 再吃掉 这样等于 勺子多像 勺子我多了两个像 看起来也挺累 引起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最主要的马还在后面 对 这样这兵还不一定怎么样 是 是的 这是比较顽强的下法 应该比较顽强的下法 是下这个 实战当中呢 就是 它是走的就是 走了泡六瓶一 并还没飞吧 并没飞 是吧 泡六瓶一 泡六瓶一走得也有点水手了 泡六瓶一这样 对 走的是有点水手 它实战也是飞了 我们说 泡六瓶一之后 如果它再这样的话 它再这样的 它有可能就做G8退2了 这么给你交换 对 这样你吃了 这样我们再吃马 它有可能吃这个泡 这样你再退泡 它就阵型非常稳固了 多个像 这像不难 拿下去 好像还行 拿下去 放在这儿太厉害 对对 并且像刚才我们说的 它有个泡顶住黑马的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就差很远了 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就阵型非常调的过来 度个大指的优势就非常明显 这样是盛世了 那样还能凑合下下 那样还有很大的牵制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它是挺可惜的 但我估计它也是 在丢了大指之后 尤其对手又是这么厉害的王天忆 我估计它已经 在这时候心已经凉了半截 是吧 所以说这样 这个它就飞了 所以这个前十六强的战斗 就一下子就激烈了 是吧 是是是 对 这个时候呢 对刚才说的 又不能吃了 它又不能跳 跳的话 它有可能马六退五 这个又很巧 就这样就简坏了 一下就盛世了 一下就盛世了 你还不能给他对子的机会 对 还不能给他对子的机会 所以 洪方还得把它往里面赶 这个为什么我们 把个人赛的队局 挑出来这么多 对对 给大家看呢 就是因为个人赛非常精华 对 对 而且其的质量也很高 是是 尤其是这个双败淘汰 大家不是一盘结束 对对对 是 总会有一盘会杀得很精彩 对对 来进取 现在我觉得这个 但双败淘汰要比原来的那个整体的大循环制 还要激烈 对对对 对吧 这个循环制毕竟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 对 它有中间有缓和 有缓和 这个是 这个两个毕竟得淘汰一个 对 所以呢 我们的赛制也在不断的改革 为了让棋手下出更精彩的棋 对对 我们的个人赛 刚才罗大师所说 也是我们 就是象棋界江湖地位最高的比赛了 对 就是众多棋手应该是每年必要 必要参加的 对 必要参加的 就像象甲联赛 对对 是这样的 对 是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上能挑更好的棋 对对 接下来 实际上它走的是 马六进四 马六进四 嗯 马六进四 它这手 它就是马七进六了 这样黑棋 马四进二跳了一个 对 猛一看 它可能得防守马 对 是吧 防守马 假如说按常理的话 防守马 这样的话 那红鞋还可以 红鞋可能有 陶一边杀 这类的 对对 还有点牵制 对 但这个时候啊 黑方走得也是挺巧 就马四进二 丝毫不给那个 红方缓和的机会 对 如果你马六进七踩进去 它推向 对 你要马六进七踩的话 对 它就向三推五 这样的话 我僵着你 假如说你在 这样泡酒瓶三把那吃了 对 你在飞向 我就泡酒瓶三吃了 就赢了 对 这跟刚才那个勺子不一样了 马跳上来了 对对 跟刚才的勺子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我估计下到这儿 红气也看不到 他估计也没办法 下到这儿也没办法 因为他刚才走这个 都是没办法的棋了 是吧 所以在这高水瓶里面 就一招不行 稍微有一招软 对对对 一下子就 快不成军了 没有机会让你翻回来 是是是 这样 这样的话 他在应付了两招什么 他走了是 拘四退二 拘四退二 他拘在这里 对 拘四退三 他走了拘四退三 对 拘四退三 对 这样黑的 他走马进三 这样就跟你交换了 对对对 然后他打了 踩了 将 披将 对 这个应该说 所以其实是没办法了 已经大事已定了 是吧 但是刚才说了 个人赛又这么重要 洪方肯定不 不想轻易的就认输 所以他希望再坚持一下 他有没有 还有机会吧 再走走 他回向 这时候呢 他就走了 拘四平六 这时候王天爷走的是 非常简洁 他并没有走马斯金六 被你掉的什么机会 他就拘八平五 你换我就跟你换了 对 大家能下棋的时候 也要老练一点 银齐就最简单最好 对 银齐不闹事 够赢了 就可以了 不用再追求特别完美 对对对 是 这时候呢 洪方是走了 跑五平二 没办法 先躲一步吧 黑方马斯金六 走到这样呢 我们一看这个局面 就是近多一大子 虽然少一个项 黑方还处于进攻状态 就是说明显已经属于盛势了 洪方一看这个企业没有抵抗的必要 所以在这时候也认负 嗯 个人赛你去参加了 对 十六 我也是 今年也是十六强被淘汰 好像是第一楼输局了是吧 输给洪志了 对对对 输给洪志了 有点可惜是吧 应该是也不可惜 因为棋手水平也很接近 是吧 好像进了前十六的棋手 现在水平都非常 对对 是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高是吧 对对对 嗯 那这盘棋 蒋大师给我们从头总结一下吧 呃 这盘棋应该说就是 孟臣在第三步就 呃 思维比较被打乱了 所以处理的有点那个混乱 所以说 你总觉得孟臣准备不够足是吧 在这盘棋应该说 王天一准备的更充分 嗯 是这样 啊 后来呢 他泡八斤二以后 呃 泡八斤二以后 就是整体走的是 思维不连贯嘛 所以造成了失利 啊 是这样 那这半期 我们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呗 好 好的 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好的 嗯 再见 拜拜